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中华职棒的魏拳龙 最近跟王道银行合作 来看有哪些球性有联名卡 中华职棒魏拳龙去年赛季成功夺冠 让更多球迷甚至企业看见他们的魅力 而王道银行也秉持着台湾企业支持台湾体育的精神 除了在近期比赛中 推出小龙女一日店长活动和粉丝们互动以外 也加码推出李多慧 刘继红 给力给了拱冠 还有徐又熙这些龙军正宗流量密码的银行卡面 让球迷有更多支持球员啦啦队的绝佳选择 加油的回馈金或者是购票的话 是线上折一百块的 我都觉得非常的优惠实用 最想要选李多慧的 原因是她是里面唯一一个女生 你不怕被本职弥骂吗 不会 好啦不管是选谁的王道银行卡面 只要支持那就是给个大大的respect 毕竟身为主角之一的红色大炮 还有嘎里嘎嘎拱罐 都相当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 而且当中还有不少优惠 让申办卡片的球迷一举素得 也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 竟然有这样的机会 就觉得还蛮珍惜的 就自己也会想要去用一张这样 蛮特别的 然后就是可以在一张卡上面 然后这张卡又可以作用蛮多的 线上购票可以折一百块 然后到球场还可以快速通关 就不用再排队 就可以尽早进场看到我们打球 不只买这张脸啦 你也是买到这张卡 然后有多会的 有那个鸡虹的 还有洛西的 大家一起用起来 这边 如果有一天你从上皮包里面看到 里面的卡是鸡虹壳 你是会走心吗 会 因为我也有 我怎么没有买我的 那如果是多会呢 多会就 还是会啦 听到了没 这银行卡面上的人物要胜选啊 不然球星们可是真的会走心的呦 不然就干脆呼朋领办 全部造型都申办一轮最公平 大力支持终植卫冕冠军卫权龙巴 马上就来关心这场卫权跟富邦的比赛 双方是一路查到九局 还是平手的局面 最后那么一样一棒当英雄 再见全力打 帮助球队赢球 关心两场终植战况 首先在台中洲际的原相大战 延续前场迎球气势 猛向大线毫不客气 面对乐天宣发 未能地 二局下陈子豪 在满球数情况 一半横横呆重 看这挥棒气势 就知道留不住了 这是一发出场的 右外野杨春炮 陈子豪本期第四红出炉 也帮助黄山君 先持得点 但这发红不让 可说开胃菜 也让猛向大线 胃口大开 接下来靠着安打 跟十五攻占得点圈 未能地又保送岳振华 让兄弟光靠一支安打 就攻占满壁 接下来面对岳东华 这变化球又掉到红中 岳哥一棒把球 带得又高又远 外野手一直退 留不住了 这是一发全力打 也是岳东华 剩下首发满贯炮 帮助黄山君 一口气吞下五分大局 取得大幅领先还不够 另外也要能够压制暴力源 所以四局上 还是要看岳东华 垒上有人情况 这次漂亮 挡下注意神的滚地球 先传二壘再送一壘 侧动漂亮双杀 成功瓦解乐天攻势 而且好守备 也再次带动中性气势 四局下兄弟又要给 威能地难看 单局狂敲物瞻打 当中包括三四五六棒 棒棒安打 单局又灌进四分 总计这场 威能地主投四局 就狂失九分 当然是不折不扣的 败头候选人 反观中性先发 猛登有了队友 火力强力支援 主投七局 只让乐天 挤出四肢 零星安打 无十分 最后中性 就以十二比一 大胜过关 赏给乐天三连败 至于天母 进行的汉龙交锋 两军上演投手战 前面八局 都无法攻回本类 胶着战况 直到九局下 富邦守护神 曾俊悦抓到第二个出局数 投球数已经来到二十七球 这练团明快换头 改由富兰哥接替 想不到第二球 就被拿摩一样带中 潇洒一挥 球就飞过 租外野全力打墙 本期第三轰 是一发阳春炮 更是再见全力打 也终于扫出 对富兰哥首安 终结十大树无安打 拿摩一样不但意图怨气 也帮助卫拳 一比零 收下三连胜 综合报道 镜头留在国内 关心热门的手游FGO 最近是迎接了七周年 有哪些活动 一起来关心 近年来手机游戏 已经成为了年轻族群 方便及时且不可或缺的日常娱乐 而遭遇在手游界 占有一席之地 常年保有超人气的Fed Grand Order 命运惯位指定 也在迈入七周年的特别日子里 在台北车站举行一文代特展 吸引了上千名忠实粉丝 急报车站大厅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主办单位诚意满满 找来了游戏开发总监野良树 以及川辰林子赤羽根建制 两位知名声优 他们也透过本次访台行程的空档 走走逛逛 吃吃喝喝 但谈到臭豆腐 那味道依旧是 大妹大妹 而这次除了和粉丝们互动的贵宾以外 最吸眼球的绝对就是 一进入台北车站大厅 就应用眼帘超巨大 高达八公尺高的游戏 BOSS科尔努诺斯 不知现场御主们惊呼连连 就连游戏开发监督跟声诱 都印象深刻 另外这是79年的艺文代特展 游戏厂还特别和纸雕师合作 展出历年章节的经典画面 透过每一幅艺文代纸雕 唤起现场上千名玩家 甚至深游赤羽根建制先生 在游戏中冒险的深刻回忆 上千名玩家急爆台北车站大厅 一起为迈入79年的手游FGO庆生 代表着这款游戏 遭遇透过时间的累积成为无数玩家心中无价的回忆 也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冒险篇章 一起长扬在神话故事中吧 镜头转向美国职棒大联盟稻奇跟红人的比赛 今天是大谷祥平日 那欧塔尼桑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交出本季第十三红 更帮助蓝帽军团七比三 抢下胜利 美国职棒大联盟看到红人跟稻奇 系列赛的第二战 前一场吞败的蓝帽大军 手继就有所攻势 核弹头Muki Bat手打息就来开炮 咬准失头球一棒扛出座外野的大墙 帮助到期现实得点一比例领先 而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大谷祥平 虽然在手打息敲出滚离球出局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状态 在三局下半 待中Frankie Montez 一颗95.3英里的速球 一棒扫出座外野 本季的水散红出炉 是一发两分打点的拳内打 也帮助到期三局打完 取得三比例领先 下个半局 红人靠着安打击对手的手臂 也十五成功打破鸭蛋 并在五六两局 台美混血斯多尔菲查 与捕首台勒斯蒂芬森借力开轰 連續三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 红人将比数追至三比三平手 到期先发投手James Paxson 这场比赛 主头六局被敲起至安打失掉三分 而红人的先发Montez 主头五局同样掉了三分 然投球内容都五官胜败 因此要由牛棚投手来分出胜负 而率先攻破对手的是蓝毛军团 继续下半Will Smith 在一二雷友人时时时击出 穿越三游防线的安打 让大谷跑回直胜的超前分 今天大谷相平日 队友们都很给力之外 欧塔利本人也搅出四打数 一发两分跑的表现 目前他也高居大联盟安打 打击率和全联打的散冠王 而且到期在八局下半 再靠着商鱼归队的Jason Hayward 夯出本级手轰 持续将比分拉开 并且自家投手群 在最后三个半局 送给红人打线九上九下 到期最终就为七比三 收下胜利 继续看到白瓦跟杨基的比赛 气势阵望的跳纹军团 手续就有所攻势 法官大人Aaron Judge 首打席就来送给球迷烟火秀 咬中红中诉求 将小朋友扛向 坐外野的耳楼看台 法官大人本季的第十二红 是一发急球出速 高达一百一十四点四 英里的咬唇炮 也帮助杨基先是得点 一比的领先 而白瓦的反击在三次上半展开 Zag Ramelland先是靠着野手十五 一起倒壘 让白瓦在一出去的情况之下 攻占三类 Andrew Wong适时补偿安打 白瓦追平比分 不过杨基很快就在四局下半 有所回应 靠着Alex Verdugo以及 Carlos Stanton 连续两支二类安打 一局打回两分 杨基也以三比一超前 Stanton这场比赛棒子相当火烫 六局下半用夯处 坐在野方向的羊唇炮 更连巡逃比赛四支二都是常打 搭配杨基的先发投手 Nexter Cortez讲出七局被敲五支安打 并且零则十分的好表现 虽然白瓦在八局 靠着Tommy Van以及Vong的安打串联 在坠毁一分 不过杨基牛棚及时踩住刹车 用两次三阵化解对手的攻势 没有尽量白瓦有分数进账 中场杨基四比二迎球 强向火烫的五连胜 软局台总和报道